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加任何其他糖分 如果一个低基金或是基金标榜它是低脂肪或是无脂肪或是零胆固存 那表示这个基金或低基金的油脂已经完全去除了 我们可以说这样子的基金或是低基金它的精华已经没有了 其实我们维生素ADEK都是脂溶性的 也就是说它要融于油脂才可以运作 那如果我们把油脂通通都去掉的话 这些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就没有运作的平台了 这是为什么我建议如果你要选用基金或是低基金 最好选用有保留原来美好油脂的产品 那鸡精低基金还有鸡汤到底哪一个比较营养呢 在这三样食物里面 其实鸡汤是最营养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 在低基金跟鸡精里面 他们做的方法并不是拿鸡去炖 也就是说那个鸡的骨头并没有接触到水分去滚肺 但是我们做鸡汤却不一样 鸡汤里面不但含有天然美好的油脂 而且它里面还保有了鸡骨头里面所有美好的矿物质 那当然除此之外 它也有鸡精跟低基金里面所含有的氨基酸 氨基酸对消炎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为什么煮出来的鸡汤或是骨头汤 做的方法如果是对的 或是那个鸡和骨头如果品质是很高的话 你的汤应该是会煮成白色的 这个颜色代表它丰富的营养 除此之外我们在做鸡汤的时候 里面常常还放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葱洋葱蒜或是姜这类东西 那这类东西都有一个功能跟作用 那就是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在你生病的时候 血液循环增加对于身体的修复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为什么你喝完鸡汤或是骨头汤的时候 有时候会出汗 因为血液循环加速 那我们常常经历的过程是出汗之后 烧就退了 除了血液循环让你出汗之外 鸡汤里面的钙质是我们免疫系统在沟通的时候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 所以它可以提升免疫力 这是为什么在中外的研究里面 常常都把鸡汤当作是痊愈的圣品 我在这边要特别提醒你们 除了鸡之外 其实用任何其他的骨头去做骨头汤 都有非常相似的作用 那我就希望下次你们在生病的时候 或是需要提升体力的时候 不要忘记这些天然美好的食物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